随着大家越来越关注养生方面的知识,吸烟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排斥的事儿了,可对于烟鸣来讲,哪怕是五块钱的香烟,都会比餐桌上的山珍海味都更值得追随,因此很多人就选择使用凝胶油的电磁烟,电磁喷雾等等。 在享受泥虎丁的同时,可以免受传统香烟,在燃烧中产生的有害物质,但对于一些新手来讲,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电磁烟呢? 今天我们就从最近很热门的Rex Joker电子物化烟说起,在电磁烟的范畴内,目前主流的有吞物电磁烟,物化器这两种规格。 对于很多新手来讲,仿真式的物化电子烟最为合适,一方面它的外形设计大多数核真的香烟相差无极,另外它的使用成本比香烟要省出不少钱,再加上,不需要自己注油补充,可替换的烟油弹,也更加轻松便携。 比如我最近购入的Rex Joker物化电子烟,我们从外包装方面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设计和定位,以仿真外观为出发点吸引了先手的眼光,同样从价格方面,以299元的性价比,也能够让很多新手感于尝试。 Rex Joker物化电子烟所采用的方式是Cartemailer电子烟,精品电子烟的设计,但它有所改进的是将物化气和烟大分开设计,每一次我们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更坏烟半即可,物化气部分只需要对它进行充电。 相比较物化气电子烟的更坏烟油和电池的方式,Rex Joker物化电子烟从使用成本方面,就减少了不少的开支,而且轻松方便,也大大减少了路由的风险。 而且它金属磨砂材质的选择对于手感的提伤也十分的明显,很多使用过的人都称之为电子烟中的iPhone,因为有过电子烟的使用经历。 在初次体验Rex Joker物化电子烟的时候没有出现说明书当中的欠口问题,而且附带的薄荷味给人的感觉十分的清凉,可如果在香烟和Rex Joker物化电子烟之间进行切换的时候,喉咙还是有一些不习惯,因此建议新手初次还是体验经典烟草味,这样过渡起来可能会更加舒服一些。 在吸完一个烟蛋之后,Rex Joker物化电子烟,给人的感觉就是方便,好用,因为产品的设计没有一个按键,拿起就可以使用。 相比较很多人使用的iPhone看似小小的烟蛋却十分的耐心。 对于我这种老烟民来讲,一个烟蛋可以使用2000感到非常经济实惠。 相比较23包烟的花费,Rex Joker物化电子烟,的确胜去了不少的金钱。 对比香烟的使用感受,当使用完Rex Joker物化电子烟,附带两个烟蛋后,它的确会让我对于香烟内依赖有所减少,喉咙也不会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出现恶性肝偶的现象。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佳人的身体健康也有了很好的保障,因为二手烟不再有害,而且还可能挑着薄荷或者果香味。 相比较其他我使用过的电子烟,Rex Joker物化电子烟,除了实际使用体验方面的区别之外,它的包装设计和说明书部分非常的有意思。 它没有像电子烟那样给烟泥,带来更多无效的恐慌,而是通过温馨而又调皮的口吻,为新手带来了电子烟的使用教程,特别是其中乘坐飞机,使大家如果安全的放置烟蛋等等。 在电子烟的世界里,很多人都会误入歧途,从新手开始就入手高端设备,购买昂贵的烟油等等,可带来的却是更多的浪费。 相反Rex Joker物化电子烟,对于新手来讲,首先从设计方面就足够吸引到你,其次在口味的选择方面,它有着九种不同的风格,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抉择,而且无需坏算电组织这样复杂的设置更是方便让何人快速上手。 大家使用电子烟,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,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体健康。 Rex Joker物化电子烟食品及到除而吞塑塑胶材料,就很好地保护每一个烟民的健康。 而九种口味当中像薄荷味,热带水果味,蓝莓味,柠檬茶味这样的口味,不抵不会给周围,带来二手烟的影响,更是可以对于室内的环境有一定的改善。 因此,选择一款好的电子烟,我们还是要从全面考虑,从设计到口味一丝不好的座号选择。 或许这也是Rex Joker物化电子烟,想要带给大家的体验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